各位法師慈悲 各位蓮友 南無阿彌陀佛 我們今天開始學習道綽大師的安樂集 安樂集是道綽大師收集《淨土三經》 和其他差不多有五十多部經論 講到關於念佛的開示 所以才叫做安樂集 集就是收集 有關係到念佛的經句法語 安樂就是安樂國 安樂法門 指的是念佛法門 道綽大師畢竟也是講了兩百多遍 淨土經典的專家主師來的 所以我們今天講念佛是有依據的 也不是說我們隨隨便便就這樣子編出來的 我們看 道綽大師就說 這是講到為什麼說我們現在要念佛 因為如果說只有講念佛 可能有些人不服氣啊 因為佛門裡面有禪宗 天台宗 有密宗等等的 那為什麼偏偏要念南無阿彌陀佛呢? 有些人就會這樣子不服氣 那道綽大師說 因為這是根據時代跟我們的根基來講的 就是我們現在是在什麼時代 我們現在是怎麼樣的人 這些因素就決定了我們要選什麼樣的佛法 不考慮這些是不行的 我們就不能說 哎呀 我很喜歡大佩咒 所以我就選大佩咒 這個還是要看情況的 好像我們現在要出門旅行一樣 我們出門旅行 講到要穿什麼衣服還是要看情況的 總不能單單選自己喜歡的衣服的 是不是? 就好像說如果現在我們要飛去北極 你看整個北極都是冰天雪地的 那難道我們還要穿短褲背心嗎? 到北極零度以下結冰的地方 還穿背心啊? 那這個就是冷死了 所以到這麼冷的地方 就應該穿厚厚的衣服 不能再穿背心了 我們自己喜歡背心也好 也不能穿了 反過來說也是一樣 北極的人喜歡穿厚厚的衣服 但是到了新加坡 馬來西亞 這個熱帶國家 它那種厚厚的衣服 也是要拿掉了 跟我們普通人穿簡單薄薄的衣服就好 這就是看情況而定 不再是說我們自己喜不喜歡的問題了 相同的 道綽大師以用佛經就說 我們今天要選什麼佛法? 八萬四千法門裡面要選擇哪一門? 就是要觀察我們現在在什麼時代? 我們自己又是怎麼樣的根器 是怎麼樣的人? 這樣才能夠選到對的法門? 不是單單看自己喜不喜歡的 就像剛才所講的 就是根據自己去的地方來選衣服一樣 所以我們佛門裡面 相信大家都有聽過一個名詞 就是學佛 講要切理切姬 佛法是佛法 很切理 禪宗 密宗 天台 都是正法 都是佛法 但是 如果我們自己不適合 就不切姬 那還是沒有用 道綽大師就比喻說 學了不適合的佛法 就好像你拿了一個撕掉的木材 要去起火一樣 各位 我們想想看 撕掉的木材可以起火嗎? 那不行 是很難的 你在那邊摩擦很久 還是不能起火 因為是撕掉了嘛 所以選佛法 要看自己適不適合 就是自己能不能夠得到解脫的利益 不過佛也說 會這樣觀察的人 他首先是一個真正想要解脫的人 一個想要解脫的人 他才會去想這些問題 如果今天有一個人學佛 他不是為了從輪迴當中的解脫 他覺得說 我在這個世界過得不錯啊 這樣的人通常就不會去想 他學的佛法到底適不適合他 能不能做得到了 他就只會選自己喜不喜歡的 其實 我們學佛不能單單只是為了世間福報的 我們學佛最重要的就是要從輪迴裡面解脫 世間的福報是很好 都沒有錯 但是各位要知道 世間的福報並不圓滿 為什麼? 因為世間的福報它是不能夠徹底帶我們離苦得樂的 就是人生輪迴苦難的問題 這個福報它是解決不了的 像我們去醫院就可以看得到了 我以前在醫學院讀書待過一段時間 你看 天天讀的都是醫學的書 天天看的都是病人 那有什麼好事呢? 醫學書裡面講的都是這個病那個病 看到的那個人都是這個痛那個痛的 我想應該是沒有人會歡歡喜喜到醫院的 是不是? 應該沒有人說 哎呀 我今天好高興啊 因為我今天入院了 肯定沒有人這麼說 那這種病苦的事情 單單世間的福報又怎麼能夠解決呢? 像現代 世人醫院很貴 住一個晚上要幾百塊錢 十幾千塊錢的都有 那各位 能夠住在世人醫院的人會是誰? 是窮人還是有錢人? 是有錢人才能夠住得起這種世人醫院的 洗蓋怎麼能夠住得起呢? 那有錢是世間福報啊 但是他這個世間福報還是解決不了他這個生病病苦的問題 他不可能因為有錢生病就不會痛苦的 他躺在醫院的時候 還不是要痛到哀哀叫的 除了病苦 也有老苦 這個老人家整天不是這邊痛 就是那邊痛 這個老骨頭痛的時候 連坐都沒有辦法坐 沾也不能沾太久 吃也吃不下 晚上睡也睡不著 講得不好聽 死又死不去 這些都是老人的苦啊 有福報還是解決不了這些老苦的問題嘛 所以佛說 人生是苦 要出離 要解脫 不能迷在這個世間 是沒有錯的 這就是一個事實 但是有些人聽了可能說 佛法很消極 整天就是這樣子講苦 其實各位 佛不講也是苦的嘛 這是一個事實來的 我們想想看 今天哪個人不會病 不會老呢? 就算佛不講 我們也是會老 也會病的啊 對不對? 你老了 病了 就苦了 佛就算不講 結果還是一樣的 所以這並不是佛法消極 而是這是實實在在會發生在我們輪迴人生的事情 佛現在只是提醒我們而已 那有人說 師父 老病這麼苦 那我以後就不要變老好了 各位 有沒有人是不會老的? 是有的 這個找死的人就不會老了 40歲的人今天出門被車創死 那就不會老了 對不對? 你要不老 你就找死啊 你找死就不會老了 但是各位 如果沒有學佛的人 他會甘願年輕現在馬上就死掉嗎? 他也不要啊 現在就死 怎麼可以呢? 我還沒有完夠 那等到他完夠 他就老了 老了 病了 苦就來了 所以人生輪迴就是苦 這是註定的事情來的 就算我們講是年輕人 還是小孩子也好 其實老早就可以感受到這個苦的 也不是說一定要等到老病 像上一次 我在火車站坐車 看到一對爸爸媽媽推著嬰兒車 這個嬰兒 小孩子才幾歲? 結果這個小孩 5分鐘就大哭一次 沒過5分鐘 就在那裡挖挖大叫 再過5分鐘 又再挖挖大叫 這個爸爸媽媽就是把他抱上抱下的 各位 女孩子應該有這個經驗吧? 如果說是老人家才會苦 小孩不苦的話 請問 這個孩子怎麼會這樣子哭呢? 高興是應該笑的 但是他每過5分鐘就哭一次 那就是一個苦難的表現 所以苦難從小就開始了 就算長大了 可能沒有小孩這種情緒化 就是比較理智了 但是 人只要頭腦成熟理智的話 他就會開始分別執著 講的白話 就頭腦太會想 亂亂想 那煩惱就多了 年輕人可能就是感情問題 環境問題啊 為什麼不喜歡我? 這個人我看到就討厭 種種的 還有工作壓力 家庭問題 一切一切 所以今天如果有人說人生不苦 那我想 這個人大概是頭腦壞掉了 頭腦壞掉的人才會說人生是不苦的 像最近 有一位張首勝先生過世的新聞 也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留意 那一般人過世其實也沒有什麼 只是這位張先生 他身份很特別 他是華人 但是也是一位很有名的科學家 他過世之前 已經是美國名校大學 最年輕的終生教授 哇 終生教授 是教授級別裡面最高的了 基本上 他一輩子待在學校 學校都不會吵他的 他是華人哦 但是在美國 就這樣子受到尊重 因為他所研究出來的科學結果 做出很大的貢獻 甚至有說他的貢獻是被認為說 是諾貝爾獎這個候選人 諾貝爾獎是我們這個世界最高榮譽了 就是對世界有大貢獻的人才會得到 所以張先生對科學研究的貢獻 就是讓他有資格得到諾貝爾獎 所以張先生 他就是很了不起就對了 但是 就在不久之前 他去世了 什麼原因呢? 沒有想到 原因竟然是自殺了 才55歲的人而已 就結束自己的生命 為什麼會這樣? 聽他家人說 因為張先生長期都有心理病 有抑郁症 就長時間心裡有不舒服的問題 所以最後就走向自殺的路 所以各位 有些人說 不要迷信佛法 要科學 要理智一點 但是各位 理智到最後 諾貝爾獎的候選人竟然會自殺 各位 自殺是理智的嗎? 我們都知道 自殺不好 但是這麼理智 頭腦清楚的大科學家 竟然跑去自殺 所以可以知道 世間 科學 數學 理智 道理 如果遇到心裡的苦 根本是沒有辦法解決的 張先生生前肯定是很痛苦的 要不然 他也不會跑去自殺 好好的 怎麼會自殺呢? 就覺得這個太痛苦了 解決不了 所以就去結束自己的生命 但是他都不知道 這樣還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因為生命並不是死了一了百了 死亡並不是結束 那他這樣子陰沉沉 就結束自己的生命 在佛法上來說 就是殺生 就是跟佛性道傳的 是黑暗墮落的 那一個世界頂級的科學家 到最後 竟然是這樣子的一個結果 當然今天我們有緣 講到他的事情 我們也希望借這個姻緣 讓各地聽到的人也為他念佛 讓阿彌陀佛救度他到淨土去 這樣就沒有辜負相遇一場了 他住美國這麼久 可能一輩子都沒有遇到阿彌陀佛 但是就在這個時候 偏偏跟我們有緣 我們在講他的事情 所以 如果說輪迴不苦 這才奇怪啊 這不是單單事件福報能夠解決的 你看 張先生 他一輩子可以說不愁吃 不愁穿 甚至人類都給他讚嘆 鼓掌 他真的很了不起啊 你想想看 我們這輩子有哪個人的成就 竟然這麼靠近諾貝爾獎的 都沒有啊 所以他的富貴 名門利養 可以說已經是很頂級的那一種了 但是這些 還是沒有辦法克服他生命的痛苦 所以我們還願意在這樣子的輪迴待下去嗎? 還願意說 生生世世 我們要在這個說婆世界繼續流轉嗎? 各位 我們看人家的故事要會看 張先生會遇到的問題 也就是說 我們也是會遇到的 只要今天還沒有離開輪迴 就算這一世不會遇到 現在是也會 我們也可能會跟他一樣走上這條路的 這種事情是不能僥倖的 不能說 他很不幸運 他很倒楣 我比較好命不會遇到 這種講法就太天真了 好像監牢裡面的人 你看到別人受欺負 就以為自己沒事 你這個叫做天真 是不是? 別人在監牢裡面受欺負 遲早我們也是會中招的 因為我們現在也是在監牢裡面 佛說 三界牢獄啊 緣分就是這樣 除非說今天我們離開監牢了 這個才安全 就是從這個輪迴的世界解脫 才能夠徹底保證安樂安全的 所以講學佛要安樂 肯定要從輪迴解脫的 不管是念佛法門 還是其他法門 目標都是一樣的 沒有說哪個法門 佛會說 鼓勵我們在這個輪迴裡面的 如果今天你看到哪個佛法 是鼓勵我們在輪迴裡面的 肯定就不是佛法 當然有些佛法說 要生生世世在輪迴裡面 但是那個也是鼓勵在輪迴裡面把眾生救出來而已 並不是鼓勵大家就一起在輪迴裡面玩 沒有佛會希望眾生在輪迴裡面受苦的 就好像沒有父母會希望自己的孩子坐牢一樣 各位 你想想看 今天你會希望你孩子繼續坐牢嗎? 當然不會希望啊 父母都是希望自己孩子早日出獄的才對 所以有人說 現在社會很亂 佛門也很亂 好像很多人講佛法 那到底怎麼驗證 哪一個是正法呢? 那如果說 要講到驗證的方法 就是我們一般所講的三法印了 三法印 就是印證是不是佛法的標準 講的簡單白話的話 就是我們今天講的 就是今天這個佛法 是不是教我們處理苦難的輪迴的? 如果這個佛法都是教我們處理輪迴 那這個肯定就是正法 那如果說 一個是打著佛門的招牌 單單只是教人如何做飯 炒菜 擦花 治病 減少壓力 如何上班 談戀愛等等一些事件的東西 那這肯定不是佛法 那些都是教你如何好好做監牢的 好好煮飯 做菜 就是在監牢裡面吃得好 住得好 但是就是沒有叫你出來 你想想看 真正的佛法哪裡會這樣? 真正的佛法都是叫我們處遇處輪迴的 正涅槃的 那這個就是一個很好 很簡單 讓我們認識哪一個是正法 正確佛法的標準 就是看是不是叫我們處理這個輪迴的 那有些人可能就會說 那這樣子佛法不就是跟現實的生活完全不一樣了嗎? 是啊 確實 佛法跟世間人講的東西是不一樣的 各位 我們可以想想看 如果說今天佛法跟世間人講的東西是一樣的話 那為什麼還需要佛法呢? 如果佛法跟外面路邊的人講的都是一樣的東西 你們今天還願意過來學佛嗎? 譬如今天阿彌陀佛是教我們如何煮飯做菜 那請問你這樣子還有意義嗎? 那就沒有意義了嗎? 因為煮菜 你隨便找廚師 煮就好了嗎? 何必你要找阿彌陀佛呢? 佛法的出現 本來就是要給我們眾生解決我們不能解決的問題 這才是佛法的價值意義 那如果佛法跟世間法一樣 那佛法基本上就沒有用了 所以佛法本來就是跟這個世間是不一樣的 但這個是我們要認識清楚的 但是也是很特別啦 往往我們學了佛法 念佛以後 我們世間的生活其實也跟著改變了 甚至感覺說 我們自己生活也變得輕鬆啦 是不是? 那這就是佛法的自然 只要我們是走向解脫 很多事情 我們的人生觀 價值觀 世界觀 也會跟著變成不一樣了 那雖然 各種佛法都是正法 都是教我們處理輪迴的 但是 道綽大師進一步說 正法當中 還有看自己適不適合的 講一個比喻 像現在有很多的食物 你看 食物有煎炸的 有炒油的 有清淡的 有很多很多種食物 但是 我們要看的是自己適不適合吃 年輕人可能比較能夠吃煎炸炒油的 但是老人家就不大適合 因為老人家的牙齒都掉光了 消化系統也不行了 你這個時候再把這些綜合味的食物吃下去 那你就是準備 生病 泄肚子了 所以食物 雖然是食物 但是 要看自己適不適合吃 相同的 道綽大師說 因為時代現在已經不同了 還有我們眾生根基的問題 所以 有些佛法 它已經不適合我們再修的 就是 有食物 但吃下去就是沒有辦法消化 就是學佛 就是學的是正法 還是解脫不了 因為法門選錯了 自己並不適合 所以 道綽大師首先就是要讓我們看清楚 不要選錯佛法了 我們看 大師就說 大吉岳杖金雲 佛滅度厚 白法隱至 多有贈送 唯有善法得堅固 若去聖境 修定修慧 是其正學 如祭聖於願 則後者稱名是正 這是道綽大師引經據典的開示解錄 這是講到時代不一樣了 我們現在這個時代是屬於末法時代 就是離開佛陀時代也差不多要三千年了 到了現在末法 佛法越來越衰弱 講到學佛 你想想看 有幾個人認真學佛呢? 各位 現在全世界有80億人 你想想看有多少人認真學佛呢? 要聽法師開示 要學佛 大家覺得還是不如說去看電影 去玩的還要好啊 你看 現在很多電影啊 什麼 鋼鐵俠 蜘蛛俠 什麼Ironman Spiderman 一大堆的 這電影一放出來 全世界的人 不知道好幾億的人 花個幾億的跑去看 阿彌陀佛是佛宗之王 免費的哦 但是 好像就沒有像Spiderman 蜘蛛俠一樣 可以流通到全世界 哪個人會拍阿彌陀佛的電影呢? 你拍了有誰看呢? 那好像對這些外面的電影 興趣認識 還多過阿彌陀佛的 看電影的時候 幾個小時都不會累 講到學佛 沒有幾分鐘就開始打瞌睡了 是不是 各位? 你們聽完講課 有沒有打瞌睡? 不要不好意思啦 聽佛法 打瞌睡是正常的 因為這就是末法 佛法篩退的正常現象吧? 不止如此 佛說 末法的眾生 如果學佛講到聖理 大家還不聽話 還要多有贈送 鬥爭堅固 甚至有些學佛的人 直接否認阿彌陀佛極樂世界的都有 因為覺得不合理 其實不合理就是不合他的道理 並不是不合佛的道理 所以他就要吵 跟佛也要吵架 有些人學佛 但是又不聽佛的 佛講到阿彌陀佛極樂世界 但是偏偏就講沒有 所以他哪裡是聽佛的? 佛講的不符合他的道理 他就不要聽了 所以這就是末法時代 就是距離佛陀幾千年的時代就是這樣 那這樣的時代 也就是代表眾生的根祭已經很弱了 所以大師說 講戒定慧的修行 已經沒有辦法了 戒定慧的修行 在佛陀時代還可以講 因為那個時候 還可以有人修 但是現在 已經離開佛陀這麼遠的末法時代 戒定慧 可以說就已經過時了 過時 不是說戒定慧是假的 戒定慧修行的佛法都是真的 但是 我們眾生已經沒有辦法做到了 因為講戒定慧是要斷煩惱的 你想想看 哪個人修戒定慧修到斷煩惱的呢? 有些人出家幾十年 煩惱還是一樣沒有斷 少一點煩惱 但是煩惱還在 還是沒有斷嘛 但是有些人就不承認佛法有末法時代的說法 他覺得說 我根性不錯啊 我學佛很入心啊 所以 現在就是正法 永遠都是正法時代 沒有末法時代的 哪有說 末法時代要念佛的? 戒定慧 對我來說是沒有問題的 有些人修行他法門的人有時候就是這樣 因為他接受不了念佛 所以 他直接否定末法時代的說法 雖然說 他講的也算是有道理 只要我可以修 那這個就是正法時代 這個聽起來是很有道理 但是 各位 這個也只是道理而已 講講的 並不是這個事實 我們可以看 現在全世界 學佛的人有多少呢? 有人統計 大概來算了 全世界大概有5億的人學佛 80億的人口 5億是佛弟子 但是 各位 5億個人學佛當中 哪個人真的修行成了菩薩 成了阿羅漢呢? 各位 你們現在是不是阿羅漢? 學佛這麼久 有斷了煩惱 成了阿羅漢嗎? 佛陀時代 大家讀過《阿彌陀經》都知道的 你看 一開始 佛說 各位 有讀過《阿彌陀經》的 應該很熟悉啊 這是第一句 佛陀底下出家的弟子 1200多位 都是修行正果的大阿羅漢 我們現在這個地球 學佛的人數 比佛陀時代還要多 因為那個時候只有印度人嗎? 但是現在 佛法已經傳到全世界了 現在 全世界無意的人學佛 肯定比當時還多 但是 各位 我們現在全世界有1000多尊阿羅漢聖人嗎? 不要想1000位了 我們現在這樣少的 有沒有10尊成就阿羅漢聖人的? 這種阿羅漢不是自己封自己叫阿羅漢的 有些佛教國家的制度是出家久了 它自然有一個阿羅漢的封號 甚至有些佛教團體出家久了 就有一個大師的封號 我講的不是這種 佛講的這個阿羅漢是要斷煩惱的 破執著的 要證物我的 這個基本上就找不到了 所以 怎麼還能夠說 這個不是末法時代呢? 我們跟這個佛陀時代 你看 就差個十萬八千里了 各位 我們再想想看 釋迦牟尼佛當初 他只能培養出1000多尊阿羅漢 那注定我們這些後人是沒有辦法超過的 難道我們還能夠培養出1萬尊的阿羅漢嗎? 釋迦牟尼佛只能成就1000尊 結果我們後人要培養出1萬尊 所以上次我聽到有些居士的佛教團體說 要培養出30尊的釋迦牟尼佛 哎呦 有時候人不懂道理的時候 講出來的話就很好笑 各位 培養出釋迦牟尼佛 請問要怎麼培養? 從來沒有聽過 有哪位可以培養出釋迦牟尼佛的? 古代祖師大德沒有 連佛陀身旁的弟子攝立佛牟尼佛也不能培養出釋迦牟尼佛 結果這個時代的人還講大話說 要培養出30尊的釋迦牟尼佛 所以 各位 真的是一代不如一代 這是一個事實 你不承認還是一個事實 末法時代就是這麼來的 所以講 修行戒定慧 斷煩惱 這條路肯定是堵住了 末法的眾生肯定是做不到的 像佛陀時代的出家修行人 你看人家的修行 就可以讓我們體會我們真的是做不到的 你看 要修行 出家就是第一關 如果沒有出家 這個修行戒定慧 斷煩惱就不用講了 戒定慧 斷煩惱的修行一定是要出家的 因為你在家什麼斷煩惱呢? 孩子潮 太太亂 老闆壓力 那你怎麼斷? 所以斷煩惱的修行一定要出家 沒有牽掛才可以的 但是出家還不夠 佛陀時代的出家人還是很嚴格的 就是說 晚上睡覺的時候 要睡在墳墓的附近 不是睡在我們這種舒服的屋子裡面的 打坐修行是在樹下打坐 就是露天風吹雨塔的 不是在冷氣房裡面吹著冷氣打坐的 還有晚上睡覺的時候 是坐著不可以躺下來的 就要不倒單 而且 幾乎每天晚上是10點這樣子打坐 半夜2點就開始要醒了 就是4個小時的休息而已 各位 這是佛陀時代的出家修行人 你覺得說我們這個時代的人能夠做得到嗎? 有些人聽到這裡 還沒有開始做 眉頭開始要皺起來了 那這樣子還是談什麼修行呢? 是啊 我們試試看 今天晚上 我們不要在我們的房間睡了 我們到我們外面的公園 露天打坐 從晚上10點坐到半夜2點 就坐在公園 整個晚上 我保證你隔天馬上就送到醫院急救看醫生的 這不是一兩天 是一輩子每天就這樣子修 這樣修行 斷煩惱 肯定是這樣子的 你沒有這樣子的修行 怎麼斷煩惱 破執著呢? 因為人太舒服的時候 就是煩惱升起來的時候 晚上睡覺 睡在厚厚 暖暖的床上 天氣如果再下雨 就不想起床了 所以在舒服的環境 怎麼能夠斷煩惱呢? 所以講修行界定會斷煩惱 通常一定是要苦行苦修才有辦法的 所以我常說 現在的人 他是註定沒有辦法再講修行了 一般人講修行 也只是用嘴巴講講而已 那講自己很會修行的人 其實大多數他都不知道什麼叫做真正的修行 誰才敢講啊? 不 我今天說八觀再見了 所以我很會修行啦 跟佛打一個勾啦 這個就是自己騙自己啦 修行如果只是一兩天的話 請問這個怎麼叫做修行呢? 你看古人講的 道也者不可虛離也 可離非道也 就是修行是沒有停止的 昼夜精進的 所以可以停下來的 就不叫做修行了 就是每一天 甚至每分每秒都是在用功的 不是周末一兩天 然後呢 星期一就去上班去 你這個人也叫做修行呢? 你這個叫做完完而已啊 講不好聽 你就是完完啊 講好聽一點 就是結緣啊 就是結一個緣分而已 跟真正的修行 你是談不上邊的 你有看過佛陀身邊的弟子 穆監蓮 攝利弗 有請假的嗎? 有沒有說 星期六 星期日 修行 然後呢 我星期一去上班的 那現代人講的這種修行 請問是從哪裡過來的? 所以我們現代人真的是走不了 這種修行 戒定會 斷煩惱的路的 這個是我們要看清楚的 像印光大師他也有說過 其實這種苦修苦行的路 甚至到了中國的時候 就已經沒有辦法了 因為時代已經不一樣了 我們這個時代 並不是佛陀的時代 尤其印光大師那個時候 還是屬於社會動亂的時候 那這種修行的辦法 就是沒有辦法進行 所以當時有人要模仿佛陀時代這種修行 直接被印光大師反對 大師說 你倒不如在家念佛就好 你何必要這樣子走苦心苦求的路呢? 是不是 各位? 今天如果有兩條路給我們選 一條是容易的 一條是困難的 兩條路都可以到達一樣的地方 那請問我們要選擇哪一條路呢? 當然是選這個容易的嘛 像如果各位今天你們要來到我們的道場 請問你們是要走路過來 還是駕車過來呢? 當然是駕車過來的嘛 所以都是選這個容易的 那有人說 為了證明我厲害 為了證明我可以 所以我選擇走路過來 我不要坐車 好了 人家坐車半個小時 結果你走路三個小時才到 那請問你這個叫做聰明嗎? 更何況 我們普通人也沒有辦法 也沒有那個體力走路三個小時啊 所以有車可以坐 我們就是要坐 就是有靠阿彌陀佛無條件救度的念佛法門 我們就是要接受 要念佛了 既然靠自己修行 戒定慧 斷煩惱的路 我們做不到 我們就選靠佛力救度的念佛法門 所以道座大師說 就是說 現在要走戒定慧的路 我們這些末法的眾生沒有辦法做 所以唯有的就是念佛 因為念佛 只要每天有念佛就行了 只要每天有念佛 就算我們沒有出家 就算煩惱沒有斷 就算修不了戒定慧 只要念佛 最後阿彌陀佛一定會來接引我們到淨土去 去了淨土 就永遠脫離輪迴 成佛圓滿了 比走修行的路更加的圓滿 因為走修行的路 要斷煩惱已經很難了 更不用說是講我們成佛了 你看 像泰國佛教 講的都是戒定慧修行的 那想想看 哪有人成佛了呢? 阿羅漢要都沒有啊 但是念佛還可以成佛 跟釋迦摩尼佛就沒有兩樣 到了淨土成佛 都是福慧兩族尊的 這就是念佛超越的地方 雖然容易 但同時候也是超越 有些人以為說念佛很容易 但是不殊勝 這個是錯的 念佛不只容易 而且殊勝 還超越了其他法門 就好像剛才所講的 我們坐汽車 各位 坐車肯定比走路容易 是不是? 肯定的嗎? 但是坐車也是超越走路了 你看 坐車輕鬆半個小時 走路要辛苦 花大半天的時間才會到 但是坐車的 還比走路的先到 容易 輕鬆的 反而先到哦 所以念佛不只容易 而且輕鬆 殊勝 超越 因為這畢竟是靠阿彌陀佛的救度的 佛力救度的法門 肯定超越其他靠自己修行的法門 就好像坐車肯定超越靠自己走路一樣 所以我們念佛人其實千萬不要自卑 千萬不要太羨慕其他的人 因為像有些人念佛就認為說 哎呀 我只會念佛 好像也沒有什麼厲害的 如果說 我能夠這樣修 那樣修我就更好了 別人能夠做到八關 再見 我不行 哎呀 好羨慕人家 別人能夠持這麼多的咒語 我什麼都不會 我只會念佛 我好難過 這就是不懂道理的人 好像坐車的人 還羨慕走路的 這個就沒有必要嘛 我們現在只要好好坐車 就是每天有念佛 我們就超越其他靠自立修行的法門了 我們也不是說要比較 也不是說在講其他修行法門的不好 其他靠自立修行的法門都是很好的 都是佛法 但是 我們要對自己念南無阿彌陀佛 最好的事實 這個要肯定 這麼講 主要是讓我們安心在念佛法門上面 不是說有了南無阿彌陀佛 我們心裡還整天亂動搖的 像剛才講的 明明念了最殊勝的南無阿彌陀佛 還羨慕其他的 那我們講這個就糊塗了 坐車的還羨慕走路 還要下車的跟他們一起走路 那肯定就是糊塗了 走路很好啊 但是坐車更好嘛 那樣理解才對 別人修行什麼經驟都很好 都讚嘆 佛門都讚嘆 但是 我們念佛是最好的 像善導大師就有說過 我們看 善導大師就說 什麼法門都很好 但是比起念佛的話 就完全沒有辦法比了 為什麼? 因為念佛法門是靠阿彌陀佛力救度的 跟靠自己修行那種三大二生集結 那根本那些是比不上的 這樣我們對念佛法門了解清楚了 自然就不會動搖 我們才會安心每天一輩子的念佛 這一生保證成就 如果說都沒有這樣子的認識 你肯定今天看這個好 明天又看那個好 好到最後你的佛號都不知道丟到哪裡去了 那就可惜了 靠佛力的大圓船你不做 反而句話 三大二生集結在輪迴裡面 走六修行 哪裡不可惜呢?是不是? 所以 這就是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學習道的 今天是學習道 道綽大師告訴我們說 學佛要看時代跟我們眾生自己的根基 所以 雖然佛門裡面方法法門很多 但是很多的方法可以說都已經過時了 過時是因為時代已經不同了 我們眾生的根基已經不適合了 就像剛才講的 很多食物都很好 都可以吃 但是有些人身體生病 他就是沒有辦法消化一樣 道綽大師說 靠自己修這個戒定會 斷煩惱的修行路 這個末法時代是已經沒有辦法了 佛陀時代還可以 但是到了我們這個時代就不行了 因為當然我們看這個成績單 我們就知道了 講戒定會一定是要斷煩惱的 至少鎮阿羅漢國的 但是全世界去哪裡找這樣子斷煩惱鎮國的人呢? 幾億個人學佛都找不到一個斷煩惱的 今天不要講斷煩惱 現代的人 連脾氣都控制不住了 那也講什麼斷煩惱的? 所以很明顯 修行的路它是已經過時了 時代已經過去了 現在這個時代要得度 就只有這個念佛法門 因為念佛並不是看自己修行功夫的 念佛是靠佛力救度的 所以就算沒有戒定會 就算念佛人煩惱多 甚至佛說的 五逆十惡 五濁惡事 只要你有念佛 阿彌陀佛照樣可以救度我們到淨土去成就 這個就是我們這個時代 最適合我們眾生的法門了 所以 這是道綽大師安樂吉亞第一個重點 根據時代 根基來選佛法 好 所以我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那大家聽了有什麼問題呢? 可以在我們的留言區留言就是 我們下一次就再繼續 好 南無阿彌陀佛 中文字幕君ζ MCTV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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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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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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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 请合掌 愿以此功德 平等是一切 同发菩提心 往生安乐果 南无阿弥陀佛 礼佛山问训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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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靠阿弥陀佛愿力 深远的宗派 至今已如海纳百川 成为各宗 共同的归宿